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华盛顿充斥着紧张的气氛 突然杜鲁门办公室大门被推开 一个男人满眼胶着 拿着一堆文件走到总统先生面前 看样子十万活计 这个男人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布雷德利 布雷德利此行只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催促杜鲁门尽快启动美国的岛链战略 遏制中国 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 中美围绕岛链的博弈 正式展开 对美国政客来说 岛链是个颇具年代感的词汇 从19世纪末 政客们便开始为美国谋求海洋霸权 二战结束后 苏联成了美国的死对头 为了扩张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 遏制共产主义蔓延 美国决定利用海洋 给遥远的中苏两国上一岛锁链 这岛无形的锁链就是岛链 太平洋上有许多岛屿 这些岛屿大多远离大陆 从高空往下俯瞰 便是一个个孤立的点 但美国认为 只要将点连成线 便可以形成链条 共同防御 一旦美国掌控了这条岛链 便能深入亚洲局势 将中苏堵在家门口 不仅如此 倘若有特殊情况发生 岛链既能给美国通风报信 又能成为美国本土的天然屏障 保障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 于是美国开始了暗戳戳的规划 美国掌上的第一个国家 就是菲律宾 当时菲律宾是个不起眼的小国 在国际社会上没什么影响力 而美国恰恰抓住了这一点 主动摆地姿态 与菲律宾积极接触 美国的精进让菲律宾受宠若惊 因为美国主动提出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都愿意承担起菲律宾的国防重任 保障菲律宾的安全 除了军事上援助外 美国还承诺给菲律宾提供 农业、经济与工业上的支持 但是美国可不是什么好心的救世主 而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 美国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把菲律宾拉入自己的亚太战略 让菲律宾成为岛链中的一颗棋子 原来早在1951年5月17号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出台了一份文件 明确点出了岛链战略里 菲律宾的重要作用 美国提出这条太平洋岛链的短期目标 就是菲律宾周边的离岸防御线 搞定了菲律宾 就等于找到了利用岛链控制东南亚的切口 美国害怕共产主义的风 从东亚吹到东南亚 便想着先下手为强 凭借着到岛链的力量 将美国与菲律宾变成盟友 鼓动东南亚人民反对共产主义 美国的唐一炮弹令菲律宾无法招架 一方面菲律宾的确能从美国身上获得切实的好处 既能得到一大笔钱又能获得最新的技术 还能处于美国的庇护下 何乐而不为 另一方面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想要借力打力 蹭着美国的光 凸显自己的价值 提升本国在东南亚的地位 就这样 两国一拍即合 岛链的第一环已经就位 按照美国的规划 既然菲律宾已经答应了 那便意味着岛链的基础已经垫定 接下来便不必操之过急 可以栩栩吐之 然而 历史不允许美国慢慢来 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 还全面催化了美国的岛链战略 1950年6月25号 朝鲜战争的号角吹响了 这是一次特殊的战争 从表面上看 美韩的对手只有朝鲜 可实际上 中国势必会加入战争 因为朝鲜与中国接壤 朝鲜的安危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边界 与此同时 华盛顿方面也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美国高层官员一致决定 必须加快岛链的建设速度 岛链本就为打压中国而生 现如今 中美两军即将在战场上正面对垒 拼死搏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岛链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机 想要加速构建岛链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日本 其实 在与菲律宾达成共事后不久 美国就已经开始考虑起了日本的问题 原来 日本是这条第一岛链的起点 沿着日本向南走 就是琉球与菲律宾 甚至 美国还想将岛链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在朝鲜战争的逼迫下 率先搞定日本 成了当务之急 如果日本不支持美国 反而在战争里倒向中国 亦或是暗戳戳地给美国使绊子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 战争爆发第二天 雪花般的文件便飞向了杜鲁门的办公室 高官们的意见空前统一 都在催促杜鲁门调整远东政策 放下美国与日本的恩恩怨怨 重新拟定一份对日合约 在当时 美日两国的关系本有些尴尬 尽管战后 美国暂时接管过日本 但日本最终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于日本的态度 美国也没有把握 正因如此 美国才选择了先联系菲律宾建设岛链 对日本从长计议 但是 战争一来临 美国便顾不上这么多了 尤其是仁川登陆后 战局逐渐白热化 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 美国对日本在岛链中的要求 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 美国只想先保证 日本不会威胁美国 现在 形势破人 美国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日本拉入资本主义阵营 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一员 如此一来 日本便必须成为岛链的核心利益国家 美国深知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改变东亚格局 扭转苏联在东亚地区的优势 说白了 美国就是想扶持日本与中国抗衡 在助力朝鲜战争的同时 灭一灭苏联的威风 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 日本最终松口 战争爆发三个月后 日本与美国共同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 建立军事同盟 日本也成为了岛链战略里的一环 为了说服日本 美国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日本有一定的工业基础 美国承诺会帮助日本复兴工业 争取有朝一日重回辉煌 这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 因为日本与美国的利益已经紧密相连 日本发展得好 美国的岛链就会更加稳固 而在军事上 美国也给日本慷慨地开了绿灯 美国提出 尽管日本暂时无法以独立国家的身份 重新建立武装 但可以凭借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 逐步实现军事力量的复苏 其实 若非有朝鲜战争 美国与日本的条约不会那么快签订 为了开辟对华博弈的新战场 敢在战争期间搭建低岛链 美国简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而 低岛链的构建人位结束 还有一个关键的国家需要美国处理 这个国家就是朝鲜战争中 美国的盟友 韩国 其实就实用层面来说 韩国在岛链中的意义并不大 岛链主要针对的是太平洋的离岸岛屿 韩国地处朝鲜半岛 本就不是岛链战略里的核心位置 最重要的是 美国想要掌控韩国 并不需要利用岛链 更高效省力的办法 因为害怕被抛弃的始终是韩国 美国是美韩关系的主导者 比起日本的慷慨承诺 美国对韩国的定位明显不同 美国并不想帮韩国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 更希望韩国能够独立起来 自己保障本国的安全 甚至 在1951年的时候 美国曾动过利用政治手段 终止朝鲜战争的想法 而美国的小算盘 也被韩国敏锐地感知到了 李称万政府当期立断 做出决定 一定要拖出美国 完成韩国向北前进 统一半岛的目标 最终 尽管韩国的目标没有实现 但是韩国却成功与美国完成了军事上的绑定 加入了美国的岛链战略 而美国之所以会改变心意 也是受到了朝鲜战争的影响 韩国成为岛链上的一环 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 安慰的并非美国 也不仅仅是韩国 而是岛链战略里的所有盟友 美国是想以美韩关系为模板 给其他盟友打个样 实际上 就是在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不会抛弃韩国 未来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岛链上的盟友 事关美国的国家信誉 自然有着非凡的价值 对中美而言 朝鲜战争都不是一场普通的军事火拼 更多是心理上的博弈 战争打到最后 中国已经收获了许多军事胜利以外的东西 在这场战争里 中国军队以弱胜强 一举扭转了过去的弱国形象 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的力量 更给所有中国人带来了信心 让人们无比坚定的相信 苦难终将过去 国家已经迎来新生 这场战役 更是奠定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地位 改写了东亚格局 同时鼓舞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相比之下 美国的威望则出现了下滑 为了稳住岛链上的其他盟友 美国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 表明自己的立场与姿态 由此可见 一场朝鲜战争 催坏了美国岛链战略 真正成型 延续至今